长姐自诩封骨 敌军兵临城下,敌方将领未羞辱我朝,提出可用公主换全城百姓性命 长姐傲然不屈,人故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为国捐取乃大厦百姓的荣耀,他们死得其所,死得又封骨 我主动站出去,承担公主之责,以自身保全了全城百姓 国破家王,江山一主,长姐被扔进军营,工人取了 长姐勃然大怒,本宫乃大厦镇国长公主,而等不懂礼仪廉耻的异族贱奴,也敢肖想本宫 我拼死搏杀,以命相护,得以保全长姐的性命和清白 后来,长姐风骨争争,被大鲁皇帝看中,封为贵妃,受尽宠爱 而我为复国暗中折服,却得了脏病 临死之际对长姐道,阿姐,我收拢得就不全交于你,祝你完成复国大业 长姐捂着鼻子站得远远的,风轻云淡道,朝代更迭乃是天意 人不能逆天而行,被仇恨蒙蔽了眼睛 倒是你,为了激活居然出卖身子,我没有你这样没有封骨的妹妹 她转头把旧部名单给了大鲁皇帝,所有人被一网打尽 在睁眼,我回到了敌军将领提出以公主换百姓这天 长姐神色淡淡,又在满嘴封骨 我一记手刀将她砍晕,扔到敌将跟前 刚睁开眼,赵锡婷又在那满嘴封骨 人故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 就算最后城破,就算被图,身为大夏子民能为国捐躯 也是他们的荣耀,这叫死得其所,死得又封骨 上一世也是如此 达鲁大军兵临城下,围城数十日 虽说每次攻城都被我军守了下来 可城内守军也死伤惨重,早已是强弩之末 达鲁军故意在城外喊话,嚣张至极 而等速速投降,交出大夏公主 可换全城百姓免于被图 敌军大将是大鲁三皇子完颜锐 此人生性残暴,美攻下一城就下令士兵杀杀抢掠 见人就杀,乃臭名昭著的屠夫 如此危急时刻,赵锡婷依旧是那套风骨,论调 可最初的赵锡婷并不是这样的 一切都要从五年前,皇帝的寿宴说起 五年前,赵锡婷十二岁,还是个小女郎 那日皇帝寿宴,席间美酒佳肴,君臣举杯同欢 清歌漫午时,殿外突然传来急报 大鲁入侵,边疆告急 气氛有些凝滞之时 赵锡婷命工人抱来自己的琵琶 在寿宴上弹奏了一曲十面埋伏 乐曲激昂,气势磅礴 充斥着金歌铁马的肃杀之声 弹奏完毕,一扫此前笼罩在金鸾殿上的阴霾 引得众人高声喝彩,皇帝感动的热泪盈眶 历经两朝的元老,配享太妙的老太妇 更是换人拿来笔墨,亲笔给赵锡婷的琵琶上提上了风骨 二字 两月后,边疆大劫 满朝文官荒唐至极 竟把所有功绩都算在赵锡婷头上 声称是长公主的蒸蒸风骨 鼓舞了边疆的将士们,令我军大获全胜 皇帝龙颜大悦,封赵锡婷为镇国长公主 自此,赵锡婷便把风骨,二字挂在嘴边,句句不离 到如今,已生五年后 达鲁再次起兵 敌军分东西两路南下,长驱直入,直取京城 大厦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连施十几座城池,派使者去议和皆是有去无回 一时间大厦江土上,战火纷飞,生灵涂炭 这时,赵锡婷跟皇帝请命 要去前线给将士们鼓舞士气 皇帝本就被战士弄得焦头烂额 吃他胡闹,罚他禁足 没成想,赵锡婷竟打伤看守他的宫女 留下封书信就跑了 父皇,本朝武将素来粗鄙 皆是些目不识丁之辈 更不知何为封骨 为防他们通敌叛国 而臣必须亲自前去督战 皇帝看到书信大发雷霆 终究是不舍 可公主私自出宫又不能声张 他便派我追上去 命我护他周全 我是个不受宠的公主 生母去世后 皇后收养了我 她为人良善 但我还算不错 为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我日夜苦练武术 充当赵锡婷的贴身护卫 寸步不离地保护她 所以上一世 我才一次又一次 对赵锡婷以命相护 可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满身风骨 的郑国长公主 亲手把大夏旧部名单 交给燕国皇帝 那时我已经死了 我的灵魂飘荡在空中 看到大夏起义军 一夜之间就被燕国精兵 围剿诛杀 而赵锡婷媚眼如丝 躺在燕国皇帝怀里 陛下 这回可信臣妾的一片真心了 臣妾虽为前朝公主 可风骨争争 心中想的是 天下黎民百姓 父皇昏庸 哪有陛下雄才大略 燕国皇帝把赵锡婷压在身下 笑道 爱妃心怀天下 身名大义 可是后宫那群纯女人可比的 不愧是朕最宠爱的女人 俩人说笑着 又开始翻云覆雨 我气得几乎灵魂破碎 赵锡婷哪来的风骨 他本质就是个 奴言必息的贱人 燕国皇帝 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汉人为最末等 地位甚至不如牲畜 这些赵锡婷心知肚明 可他嘴上依旧冠冕堂皇 为争宠不惜残害同胞 还好苍天有眼 我重生了 赵锡婷满嘴风骨 看似大义凛然 实则是人命如草芥 在场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有年轻沉不住气的小将 气得脸都红了 实在是这位镇国长公主 太过荒谬 她是怎么督战的呢 每日精心装扮 身穿华服登城楼 立于城墙之上 犹如羽化登仙的仙子般 衣昧翻飞 和整个战场格格不入 悲风哭嚎 残阳如血 赵锡婷久居深宫 鲜鲜弱智 连战鼓都敲不动 我劝她不要在城墙上 给敌人当火把子 给将士们添麻烦 她反而愤怒地指责我 赵征流 本宫真是看错你了 没想到 你竟是如此贪生怕死之辈 本宫命令你击鼓 以鼓点声辅助我的琵琶曲 让大鲁门看看 我大厦的蒸蒸风骨 于是 将士们在前方奋勇杀敌 她如敦煌神女般 在后方反弹琵琶 弹的又是她那首成名曲 《十面埋伏》 失衡遍野的战场 成了她表演的舞台 多么可笑 众人握紧拳头 沉默不渝 原指挥使起身说道 有我等在 京城不会被迫 只是长公主 您必须得离开此地了 这次赵锡婷没有反驳 她已经好几天 没上城墙谈琵琶了 估计早就心生惬意 又碍于风骨 不好自己提出来 原指挥使下令 副将 你带一支精锐小队 护送郑国长公主出城 务必保证公主安然无恙 这时 我突然上前几步 一记手刀 将赵锡婷砍晕 众人皆愣住了 看向我 我常年戴着面具 又寸步不离 跟在赵锡婷左右 他们都以为 我是她的贴身丫鬟 我也不曾解释 神色凛然道 她不能出城 以公主换百姓 有何不可 公主时万民俸禄 就要承担 对涉及百姓的 护卫之责 若不把长公主交出去 一旦成破 城中百姓 就犹如待宰的羔羊 完颜瑞屠父之名 诸位想必都有所耳闻吧 完颜瑞虽为异足 说话却还算言而有信 上一世 她看上的 其实是在城墙上 弹琵琶的赵锡婷 可她只说 以公主交换 又没明确说的 用长公主换 才让我找到机会 以身替制 后来清城被攻破 她也确实信守了承诺 没有对城内百姓 大开杀戒 原姓语气有些生硬 断然拒绝 保家卫国 乃是军人天职 全城百姓 自有我等守护 只要撑到援军来 便能解清城之困 可若没援军了 君子力士 何惧生死 一句话说的 铿锵有力 落地有生 他是少年将军 生于文官清流的使家 明知我朝中文清武 却偏一身 反骨气比从容 力士驱除大鲁 救国救民 这样的人 根本不会被我三言两语打动 我心中涌出一丝悲凉 可真的不会有援军来了 明日过后 清城便会被敌军攻破 原姓及其部下将士们 誓死如归 拼命反击 奋战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五日后 京城就会被攻陷 皇帝在逃跑途中 被刘剑射杀 太子率进军拼死抵抗 诛杀大鲁上百人 被逼至金鸾殿 摘下太子免官 以发覆灭 仰天悲鸣道 宁为战死鬼 不做亡国奴 自枪殉国 剩下的宗室成员 朝廷百官杀的杀 抓的抓 大鲁大军向蝗虫过境般 带走了后妃 公主 世家贵女 教方月宫等上千人 记忆工匠 珍宝玩物 皇家藏书 整座皇宫 被洗劫一空 大下朝请客间 分崩离析 我不再多言 拿出九龙监国西杖 原信听令 九龙监国西杖的杖头上 客有虽无鸾架 如镇亲临 八个大字 上可废储处军 下可整顿朝纲 无人敢于违抗 讽刺的是 皇帝给我 如此贵重的宝物 只是为了在关键时刻 护助赵西亭的性命 原信看到西杖神色一变 带着重将纷纷跪拜 将长公主交给完颜锐 弃城 带军撤离 留得青山 再不愁没柴烧 重生一次 虽然有了先机 但依旧太晚 我既不能解清城之困 也无法带兵持援京城 更无力改变 大下被覆灭的命运 可我至少能保住 原信手里这五千人马 这是大下的星星之火 再见到赵西亭 是在半年后 燕国的元西宴上 彼时 我已经摇身一变 成了燕国贵女 而她跟随在三皇子 完颜锐左右 是她的宠妾 我走进大殿时 燕国的皇帝和皇后还没到 燕国大臣们 怀里搂着下朝贵女们 推杯换盏 其乐融融 有琵琶声 声声入耳 赵西亭犹如青楼祭子般 身披薄纱 曲线毕露 正抱着那把被太傅提风骨 二字的琵琶 弹得还是那首十面埋伏 整个场景显得尤为讽刺 看到我 她愣了下 手上弹奏的动作 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紧接着 便扑过来抓我的头发 目自欲裂痛骂 赵征流 你这该死的贱臂 当初要不是你害我 我岂会沦落到这般下场 我要杀了你 我身旁的侍女伸手了得 在她碰到我之前 就一脚将她踹飞 大胆 敢对我们郡主不敬 赵西亭被踹得脸色惨白 猛地喷出了一口血 我瞥了一眼完颜锐 她坐在席间 端着酒杯散漫地摇晃着 俊美的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似是对眼前发生的一切 无动于衷 赵西亭捂着心口趴在地上 青丝坠地 眼眶通红 还真有几分王国公主的破碎感 郡主 简直一派胡言 她怎么可能是你们的郡主 她摇摇晃晃从地上站起来 渐渐挺直的肩背 脖梗拉地修长 像只高傲的白天鹅 赵征流 你既且偷生 居然做叛国贼 本宫没有你这样 没有风骨的妹妹 你若还要几分脸面 就速速撞住自枪 不要侮辱我大厦皇室的尊严 赵西亭很奇怪 她风骨之名 传遍大厦 燕人让她披薄沙坛 石面埋伏 那么赤裸裸地羞辱 她不以为耻 可只要一见到我 仿佛就会触发她身上的某个机关 让她从奴言避戏碑的奴隶 重新变成高高在上的郑国长公主 我对她视若无睹 眼神越过她 落到了不远处的顽炎瑞身上 语气淡漠道 三皇子让你的鸡切 在我面前这般大放厥词 意欲何为 顽炎瑞看我反应平淡 似乎有些失望 她一心来山地笑了下 豆狗一样朝赵西亭招了招手 西亭过来 眼前这位可不是你的妹妹赵征流 她是逍遥王的独女 我的未婚妻 整个大烟最尊贵的贵女 乌骨论东珠 赵西亭已经回到她身边跪下 听到这里 她脸色突然变得惨白 喃喃自语道 不会的 不可能 她叫赵征流 她的母亲是我父皇宫中最卑贱的宫女 她是大厦的六公主 她也是个王国奴 殿下 你相信我 她绝对是假的 她根本就不是你的未婚妻 她越说越激动 双手紧紧抓着顽炎瑞摇晃 声音尖利刺耳 令在场的人都皱起了眉头 这时 店外有道浑厚的声音传来 谁是假的 烟蒂咽后 并逍遥王一同走进大殿 众人纷纷起身跪拜 完颜瑞笑道 父皇勿怪 儿臣的鸡妾吃了酒 在这胡言乱语 竟说逍遥王的爱女东珠是假冒的 烟蒂挑眉 哦 竟有这等事 你这鸡妾是何人 乃大厦镇国长公主 赵西亭跪在地上 背吓得瑟瑟发抖 不敢再造次 烟蒂画风一转 冷冷道 区区王国公主 也敢诬蔑我大厌贵女 拖下去全杀了 在场的大厦宗室子弟和大臣们 瞬间吓破了胆 纷纷跪在地上求情 烟蒂明鉴 此乃赵西亭一人所为 与我等无关啊 大厦尚未亡国之时 我等就身在大厦心在焉 对大厌心向往之 绝没有不成之心啊 大殿内一片哭嚎之声 皇帝最小的弟弟成王 突然一跃而起 扑到赵西亭身上 一把撕开他披着的薄纱 神色癫狂道 燕蒂 我们大厦女子 个个腹白肉嫩 留下来还能给各位大人一伙 杀掉岂不可惜 赵西亭瞬间赤身裸体 立于大殿之中 腰若柳枝 胸脯丰满似花蕊 大厌那些大臣们的眼神黏膩 上上下下扫过他的身体 嘴里发出了下流的赞叹之声 他双手抱胸 用求救的眼神看向完颜瑞 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殿下救我 殿下我是您的女人 您怎能让人如此如我 完颜瑞嘴角 紧着凉薄的笑意 西亭甚美 不必羞涩 哟 有个大厦贵女看不下去了 把自己的被子脱下来 披在赵西亭身上 他其实也很害怕 脸色惨白 全身都在发抖 却还是挡在了赵西亭身前 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他 替他隔绝掉周围那些 不怀好意的眼神 赵西亭却猛地去撕扯他的一群 疯疯癫癫到 这是个贱蹄子 看他 你们看他 不许看本宫 不许看本宫 本宫是公主 本宫是大厦最有风骨的 郑国长公主 贵女不敢置信地看向赵西亭 身上的一群被扯得七零八落 眼中饮满了泪水 烟臣们一个个眼睛都看直了 陈王见美人计这么有效 自己的小命应当是保住了 放下心来后 他灵感大发 再接再历提一道 早就听闻大厦 有种名为千阳里的受降陪罪一事 我等愿以千阳里 向燕帝和大燕以示臣服 燕帝大笑 好 正远了 大厦宫人们立马捧来无数羊皮和狗绳 陈王率先脱光衣物 大厦男人们见状 紧随其后也纷纷脱光 女人们被宫人强行按在地上 通通包光了穿上羊皮 脖梗上套上狗绳 按在地上 像狗一样围着大殿爬行 尖叫哭泣 绝望的哀鸣 烟臣们蠢蠢欲动 终于 有人忍不住了 在赵希亭爬到自己跟前时 一把将他按在地上 当场坚引起来 其他烟臣健壮 也不甘示弱 抓起身旁披着羊皮的女子 火急火燎地按在身下行事 整个大殿内 充斥着男人受性的低吼 和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 我忍无可忍 大喝一声 够了 手中的握着马鞭 狠狠朝那些人挥过去 马鞭灵力破空 瞬间将几个烟臣 劈得皮开肉绽 人仰马翻 倒在地上惨叫连连 烟蒂目光一宁 立声道 乌骨论东朱 你身为燕国贵女 却偏帮下人 该当何罪 在场众人纷纷看向我 完燕瑞露出一丝冷笑 仿佛在说 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吧 东朱无罪 我大步走到燕地跟前跪下 斩钉截铁道 陛下 我父王是大燕最勇猛善战的男儿 我为自己身为父王的女儿而骄傲 可我自小在大厦长大 倘若我心安里德 看着这一切而不阻止 那我与畜生合一 我无古论东朱身上 流淌着大燕和大厦两国的血脉 如果下人有罪 那东朱身上流着一半下人的血 也应当一起赎罪 说着 我便开始宽衣解带 一件又一件 拖得只剩下中医时 逍遥王表情终于变了 看向我时 脸上露出一阵恍惚和怀念的神色 她的眼神从晦暗不明转为机上 声音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 东朱是本王的女儿 谁敢说她有罪 她像头廊护着幼崽般 将我护在身后 冷眼环似四周 高高在上 屁腻天下 烟地沉默片刻 哈哈大笑几声 缓解尴尬 夸赞道 东朱不愧是宗衍你的女儿 真是虎腹无权女啊 她装模作样道 都收连点 今日是袁夕燕 还有那么多贵女在场 闹成这般模样 成何体统 至此 这场极尽羞辱的牵羊礼 才算结束 我果然没猜错 今天这场鸿门宴主角是我 婉燕瑞怀疑我的身份 连逍遥王也在暗中观察我 他们在宴会上 故意羞辱大厦人 以此试探 我对大厦适合态度 燕蒂和婉燕瑞的想法 不在我思虑范围内 我如今的身份 是逍遥王之女 只需得到逍遥王的认可 而逍遥王深爱的女人 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大厦人 她养大的女儿 又怎会是个屈炎附灰的小人 她绝不会想看到我为了攀附于她 就和大厦一刀两断 还好 我赌赢了 我垂眸 脸去眼中所有的情绪 半年前 我和袁信带着大军南下撤退时 路过福林镇 燕国士兵在城内烧杀抢掠 手起刀落 人脑瓜便像西瓜一样 咕噜噜地滚在地上 在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血痕 燕兵哈哈大笑 开始比赛水砍的西瓜更多 那些躲在地窖里的孩子 也被搜了出来 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们一起 被燕兵逼着分为两队 自相残杀想活命 就必须把对方干掉 孩子们稚嫩的脸庞上 写满了仇恨 他们举起了刀 一起砍向那些嘻嘻哈哈的燕国士兵 福林镇的县令也死了 尸体被燕兵大卸八块 挂在城门前示众 他的未婚妻 趁着夜色冒死 为他收敛失手 却被燕兵发现 他们将他按在地上轮番凌辱 等我和袁信撞见出手相救时 已经为时已晚 他被那群畜生 折磨得不成人形 骨刀破裂 身子下面全是血 他却仿佛并不觉得疼 拉着我的手 絮絮叨叨 跟我话加长 他说 他的幼郎本可以入汉林院 却自请外放去福林镇 福林镇地处边境危险重重 他很害怕 哭着求他不要去 幼郎却说 覆巢之下烟有婉软 如今民生凋敝 正是国家危难之时 他十年寒窗饱读诗书 理当拯救万民于水火 他心意已决 望女郎成全 说着说着 他笑着落下泪来 他求我成全 他第一次求我 我怎舍得不应 临行前我去乡送 他对我展眉微笑 声音温柔极了 他说 婉娘 等一切安定好了 我便来接你 他等啊等 却再也等不到了 他死了 尸首被挂在城墙上示众 大卢打过来时 福林镇乡兵统领 带着所有士兵投敌叛国 县令陪佑带捕快二十余人 全部战死 他在被抢劫一空的县衙 找到他留下的遗书 清清无期 今生报国 来世许清 他生死力竭道 我夫君是顶天立地的好男 大卢贼子哪怕朱祁申 也灭不了他的魂 死了一个幼狼 还有千千万万个幼狼 我们生在大厦 长余大厦 宁为大厦战死 也不做王国奴 他求我帮他梳洗打扮 笑着说 即便是死了变成鬼 也要做漂漂亮亮的女鬼 才好下去见情郎 一番梳洗后才发现 我与他长得是那么相像 我摘下面具 露出真面容 他正正地看着我 死灰的眼睛里 突然迸发出巨大的光彩 把下一只不起眼的木发簪交给我 这只木发簪 是我父亲亲手 给我阿娘做的定情信物 我父亲 是大烟逍遥王屋古论宗演 当年 他潜入大厦 打探军情受伤 掉入河中 我阿娘打鱼时 看到将他捡了回去 然后就假扮成下人 哄骗我阿娘 私定终身生下了我 直到他身份被揭穿 我外祖父外祖母 都死在燕人手里 他们之间隔着国仇家恨 我阿娘受不了 自己竟然嫁给了仇人 决绝地跟他一刀两断 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强撑着身子 给我磕三个头 六公主 接下来的路 辛苦了 安葬了谢婉和裴佑 我就和原姓兵分两路 我顶贴了谢婉的身份 深入虎穴 往燕国而去 成了乌骨论东珠 元夕燕散后 我和逍遥王一道回府 一路上 他频频望着我出神 我假装不知 谢婉说过 我跟他阿娘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甚至要比他 更像他阿娘的亲女儿 我不怕赵锡萍胡乱攀摇 赵征流在下宫常年 戴着面具 见过真面目的 也就他和皇后 这也是我敢顶替 谢婉的底气 逍遥王低声问我 东珠 你娘亲去世前 有没有提起我 他是不是很恨我 隔着国仇家恨 答案其实显而易见 可逍遥王还是不死心 我思索片刻 抬眸看向他 我想这个问题 让娘亲自己来回答你 他也说不出来答案 若是恨 娘亲又何必留着 您做给他的定情信物 若是爱 为何他宁愿 隐姓埋名躲藏一辈子 也要此生都与您不复相见 最后 我下了一剂猛药 娘亲最后说 他是大下人 而你是大烟人 注定只能相恨 倘若几百年后 这世间或许没了下 也没了燕 但这天下还是华夏的天下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 或能相爱 逍遥王突然红了眼眶 仓促地扭过头去 不想让我看到他的失态 我点到为止 不再多言 今日我在他心里 种下一颗种子 总有一日 这颗种子会生根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这一世 我决定借逍遥王的势力 驱虎吞狼 完成复国大业 首先要做的 就是让燕帝和逍遥王 离心离德 逍遥王巫骨论宗 眼战功赫赫 既是燕帝的功骨之臣 也是心腹大患 哪怕他并无谋权篡位之心 可臣子无心 不代表帝王 能容忍卧榻之策 有他人酣睡 原心宴上 我偏帮下人的事 在各方势力推波助澜下 传遍大燕都城 燕国贵女们 对我充满了敌意 不仅因为 我微妙的身份 还因为占了 完燕瑞未婚妻的位置 燕帝三个儿子 完燕瑞母族高贵 又骁勇善战 最有可能被封为太子 继位为燕帝 我的出现 挡了燕国其他权贵的道 我不是大燕正统 若嫁给完燕瑞 我生下的孩子 就是嫡子 将来会被立为太子 一个身上流淌着 下人血脉的太子 燕国大臣们接受不了 完燕瑞也接受不了 可我若嫁给他的兄弟 太子之位 还会不会落到他头上 都不好说 被拿出来当枪使的是 燕国公主完燕青 她是燕帝最宠爱的小公主 当众羞辱我 你就是乌骨论东珠 听说你母亲 是大夏最低贱的鱼女 难怪你身上 有股臭烘烘的鱼腥味 文之令人作呕 其他燕国贵女们文言大笑 她们早就 看我不顺眼了 如今有公主先出头 她们自然肆无忌惮 这么低贱的身份 也配做我大燕贵女 不过是个王国奴 还敢肖想 我们英明神武的三殿下 我并不动怒 平静行礼 东珠见过公主 完燕青冷哼一声 你母亲是鱼女 想必你水性也很好吧 敢不敢跟我的侍女 比比谁的水性更好 我笑了笑 故意挑衅她 公主既然想比赛 不如比打猎吧 听说燕人善骑射 可我自小在大夏长大 骑射也并不差 她果然上当 七级败坏 皮翼去打猎 我们都起了好胜心 骑着马一路追逐 进了密林 然后同时发现一头野狼 我掀她一步 射中了野狼的喉咙 一击毙命 下马捡猎物时 我回头对完燕青玩耳一笑 看来公主也不过如此 手下败将罢了 完燕青暴怒 拉弓朝我射出一箭 我稍微躲了一下 被她一箭穿透了肩胛骨 鲜血渐渐渗了出来 逍遥王等人赶到时 正好撞见这一幕 我被逍遥王抱回了家 挖出箭头的当晚 我就发起了高烧 一整晚 我都在梦中迷迷糊糊喊阿娘 有时候还会喊上几句阿爹 时不时的小声啜气 总之要多可怜 就有多可怜 不过是 演给逍遥王看的 其实这点小伤 对我来说没什么 上一世我受过的伤 要比这严重得多 逍遥王看到我这般模样 大发雷霆 实践闯入宫里 要把完燕青抓来问罪 可完燕青的母亲 也是燕帝最宠爱的女人 她们母女哭一哭 到底谁才是皇帝 陛下为何要如此害怕逍遥王 燕帝不再隐忍 第一次在逍遥王面前 表现出强硬的态度 踪眼 你这个女儿终究是下人 她不属于这里 你还是把她送走为好 逍遥王跟燕帝大吵一架 等我退了烧醒来时 睁眼就看到逍遥王守在床边 而我泪眼婆娑道 阿爹 燕人永远不会接受我的 既然已经和你相认 我心愿意了 等伤好后 我还是回到我该回的地方吧 逍遥王面色阴沉 眼中闪过一道很利的光芒 她道 这里就是你该回的地方 你阿娘已经走了 阿爹一定会照顾好你 燕人对我敌意越明显 逍遥王对我就越维护 而这正是我想要的 让她为了维护我 站在燕人的对立面 让她被燕帝更加忌惮 无论是进宫还是去军营 逍遥王都带着我 她用这种方式 在招告大燕那些人 我备受她宠爱 逍遥王的高调 终是引起了燕帝的不满 罢了她的官职 我去书房寻她 故作天真道 阿爹 干脆我们归隐山林吧 阿娘的那些本事我都会 她笑了下 眼睛里闪过温柔的神色 大概是想起曾经 跟爱人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狡兔死走狗烹 历来功高盖主的大臣 都不会落得什么好下场 东珠 归隐没那么容易 那阿爹当如何 取而代之 很快 机会就来了 攻打大厦 让燕军的战线拉得太长 燕人吃不下 浮原辽阔的中原地区 燕军回撤时 原信带人趁机收复了很多失地 民间还集结了十几万的起义军 给燕冰造成了重创 燕帝大怒 派逍遥王出征 大军临行前一晚 我去见他 把谢婉娘亲的那只发簪给他 让他保重 逍遥王摸了摸我的头发 走了 他一走 完颜瑞便迫不及待对我下手了 他邀我进宫看寿戏 赵希廷也在 他已经是完颜瑞的妃子 温顺地窝在他怀里 完颜瑞把关在幻医院的大厦贵女们 都拉出来 让他们一个个指认我 巫谷论东珠 是不是你们大厦的六公主赵征流 首先被质问的是皇后 她看了我一眼 神色平静道 不认识 赵希廷在旁边交集劝解 母后 她分明就是赵征流 您为何不说实话 其实是与不是都不重要 三殿下要她是 她就必须是 只要指认她 我就能求三殿下 把您从幻医院放出来 幻医院是娼妓淫秽之所 被关进这里的人 无论你是后妃公主 还是平民百姓 都只有一种命运 成为大厦人 发泄授欲的工具 只要指认我就能从幻医院逃出来 这条件足够有诱惑力 可皇后平静地重复道 不认识 完颜瑞恼羞成怒 捏着皇后的下巴 大笑道 没想到大厦的皇后 还是个硬骨头 比你女儿的风骨 倒是硬多了 赵希廷神色有些难看 很快又恢复自然 皇后被完颜瑞 丢到兽园里 十几只恶犬 背下了催情的药 恶虎扑石般 朝皇后扑去 皇后是叫门之后 即便十几年 不曾动过刀了 可骨子里 叫门虎女的血性还在 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 她拼死反杀了 四头恶犬 最后 她回头看了眼 看台上的赵希廷 一句话话都没说 猛地一头撞在了柱子上 鲜血绽开 像黄泉路上 怒放的彼岸花 那些背下了药的恶犬 一起扑过去 连她的尸体也没放过 早就被折磨到麻木的 大厦贵女们 看到如此血腥残酷的场景 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可是轮到她们被质问时 她们还是一个个否认了 不认识 不认识 一个又一个的大厦贵女 倒在了寿园里 从皇后一头撞死后 赵希廷就变得一样沉默 完颜瑞暴跳如雷 看着我冷笑 你以为没人肯指认你 你就能逃过一劫吗 你们大厦的脊梁早就断了 说着 承王一干大厦宗室被带了过来 三殿下英明 这女子就是大厦六公主赵征流 根本就不是逍遥王之女 面对完颜瑞时 她们的脊背几乎弯到了尘土里 满脸谄媚 可大厦的脊梁断了吗 弃比从容的原姓 隐身殉国的太子 从容赴死的皇后和贵女 带着捕快誓死守城的裴佑 哪怕明知是躺臂挡车 也要和敌人殊死一搏的平民百姓 他们才是大厦的蒸蒸铁骨 有千千万万的他们在 我大厦的脊梁永不会断 我轻蔑地笑了 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 三殿下为何这般恨我 你到底恨的是我 还是恨自己永远比不过逍遥王 完颜瑞把我关进水牢 他不敢贸然杀我 他在等 等逍遥王死在战场上 那时 就是我的死期 我也在等 等逍遥王选择当忠臣 还是萧雄 还要多谢逍遥王为了护我 高调带着我出入各种地方 让我拿到了大烟的步兵和城防图 并暗中把消息传递给了原信 若逍遥王不反 那我这个逍遥王之女 就会打着他的旗号逼着他反 为了做戏 做得足够逼真 我将计就计 被完颜瑞关押进水牢 让他放松警惕 那夜 正昏尘时 我听到有人轻声在喊我 睁开眼睛看到的 居然是赵希婷 短短半个月 他瘦得已经没了人形 早没有当初在城墙之上 谈琵琶时的绝代风华 他坐在水牢前 居高临下望着我 道 你说 母后死前 最后看到我那一眼 是什么意思 我沉默着 而他也不需要我接话 自说自话 他应当对我很失望 但还好 也不算太晚 他眉头末尾说了一通 又离开了 那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本应该死在战场上的逍遥王 突然带兵围了燕宫 燕帝被一箭射死 其余皇室中人 也是抓的抓 杀的杀 完颜瑞 被他的姬妾赵希婷 一刀捅死 等我们赶到时 赵希婷也自尽了 他怀里抱着那把琵琶 留下了一封血书 本宫无愧于大厦风谷 终于有颜面 可以下去见母后了 历经两世 我依然猜不透 赵希婷到底在想什么 他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 却又在临死前 做了一件公主真正应该做的事 逍遥王当上了燕帝 可他毕竟是谋权篡位 地位来路不正 总有人反他 而他则用雷霆手段诛杀一击 内乱不止 大焉国力迅速被削弱 与此同时 偏安抑郁的大厦 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 国力开始强盛起来 三年后 巫谷论宗演旧商复发 此时 我已被他封为皇太女 带皇帝坚果 处理朝政 我守在他的床边 听他断断续续交代后事 你曾跟我说 倘若几百年后 这世间或许没了下 也没了燕 但这天下还是华夏的天下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 我就能和阿瑶在一起了 大焉交给你 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一统天下 开太平盛世 几百年时间太长了 就下辈子吧 下辈子 我和阿瑶一起投胎成 普普通通的狼军和女郎 我们之间 再也不会横跟着国仇和家恨 他看着虚空中某一点 嘴角含笑 伸手去抓 阿瑶 等我 说着 手臂突然摔下来 再看过去 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大焉皇帝巫骨论宗眼驾崩 大夏摄政公主赵征流 一统燕北和南下 改国号华夏 从此民族平等 成万事之基业 全文晚安